大約五六天前我們在沙巴馬來西亞東面 我們就去行神山 很美很美 之後會再跟大家分享 重點是 上神山一般所有人都要先做測試 不論做PCR測試也行 做快測也行 但要做一個測試 證明你沒事才上山 加上行山時會喘氣 所以我們都沒有戴口罩上去 我們剛好訪問一對本地人 大家都是沒有戴口罩的情況下 距離大約一米左右 但回到下山的時候 我們都要留意溝通 溝通回到我們 原來我們都中了招 我們推算日期 推算可能性 因為在沙巴之下我們去了Muru 一個鳥無人跡的地方 完全沒有人在那裡 那裡種植的機會很低 所以想起很大機會應該是跟沙巴神山有些關係 不是說地方的問題 純粹是我們剛好有這個經歷 所以推算後發現最重要是有些徵狀 那時候是有一點咳嗽 有些喉嚨乾 所以拿了快測出來做 小編其實從來沒有確診過 有些人問這件事 其實是沒有確診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兩條線是怎樣 我記得第二條線很虛 虛到一開始以為是不中 但實際上看其實是中了 但始終我們路不熟 所以我們都唯有跟導遊說這件事 很自然跟他們說了 他們會拿來做 所以他們有一個類似安心張行的APP 叫做MySara Zaya 我可能會讀錯名字 但在裡面你可以申報 比如說你頭暈新興 你覺得有症狀 你中了招 你一申報你中了招的話 APP本身是綠色的 就會變成紅色 基本上你就不可以到處去 你不可以去商場 不可以去店舖 你很多地方都不可以去 所以申報後就馬上送來這間酒店房 其實這間是酒店 待會帶大家走入room tour 然後就有一次跟我們說要10天 10天的時候我呈天闢力 10天 計劃很大影響 搞不成 誰知道上到房間的時候 說說說原來7天就可以了 為甚麼呢 因為本地人正常是7天 如果像我們海外遊客 即是10天 但如果是打三針 他們不叫打三針 我們叫做三針 他們叫做有沒有打到加強制 如果你打了的話 其實就變回7天 即是說我要在這裏多 我現在剛好一半 我要再多在這裏4天 才可以出門後 沒辦法 去到別人的地方 當然要跟回別人的法例 有人問中了有沒有出去看醫生 其實這裏我隔壁就是醫院 整個城市只有兩間酒店 是做隔壁措施 因為我想大部份的本地人 其實他們都會在自己的地方做隔壁 即是他們自己的家 因為這裏地大 加上沒甚麼遊客 所以所有人都是在家裏自己做隔壁 正常來說 例如這間酒店 我看到都沒甚麼人住 他甚至來到給我自己選房 這間房是有人房 這間房是有人房 自己可以選很開心 所以整間酒店都不多人 醫生方面 如果真的有遇到隔壁 其實隔壁醫院是OK的 所以我住了4天 其實有兩個穿著全身PPE的人上來 但我想他們就不是醫生 他是幫我量體溫和量體溫 沒有其他東西 有其他人問 自行快測完 用不需要做PCR 其實我想做的 因為始終快測有機會不准 但他在這裏沒甚麼所謂 總之你做PCR也可以 你做口想也可以 你做快測也可以 總之你自己做完測試 是證明你有事的話 麻煩你就要乖乖地 在家裏或去酒店隔壁 我們都沒得選 一定是入酒店的 因為這裏都沒有人不問 來到這裏 重新走過一次 正常隔壁很少預計 你可以走出房間 我都覺得是一個成就 就是你在隔壁期間 你可以戴著口罩離開房間 好像很威風 因為正常是不可以這樣做 正常是不可以默默默地離開隔壁房間 我繼續看看有沒有其他問題 保險有沒有claim 其實很多人都問保險 保險是有的claim 其實也是必須的 所以來到的時候 本身已經買了 除了保險你自己之餘 其實他也希望不要成為政府的負擔 所以覺得這是一個負責的行為 所以來到我都沒有太擔心 這間房間 一會兒和大家走room tour 158元馬幣 大約200多元 200多元有間這樣的房間 我當這裏應該算是三星酒店 包括三餐 三餐就不要提了 待會給大家看 但是你有個叫遮頭 不要煩就算了 Touch food說一句 我都不希望你可以享受到這麼便宜的房價 因為正常應該是窗外走進去 我準備了一點都可以和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今天的早餐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其實有些米粉 有蛋 還有春捲 其實可以的 這個真的可以 只不過我今天準備了其他早餐 所以沒有吃到它 但有時有些飯真的難一點 花入各眼 有些難一點去欣賞 這個就是今天的下午 雞翼和飯都沒有開頭 不過我覺得重點是什麼 味道這點有點主觀 但的確沒辦法 就是那個溫度 溫度真的上來是冰 很多時候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吃東西 都喜歡一點熱鬧鬧 特別是吃飯 都沒有熱鬧 只要是暖 都不行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叫外賣 叫外賣就沒有這個煩惱 有沒有提供藥物 剛才答了有這一支吸藥水 Do we have to pay if going to those quarantine hotels 是的 你是要付款的 不過你進來你需要有保險 所以基本上是遮蓋到的 而且你沒有保險你今天進不了境 所以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說你自己要去自費這件事 加上其實也不貴這個費用 比想像中便宜很多 200多元一晚包三餐在哪裡找 我最初以為因為太便宜所以沒有冷氣 誰知道原來有冷氣和Wi-Fi都非常好 Any medical support 剛才說過有些醫護人員上來 Do you worry that you can return to Hong Kong as PCR test need to be negative in order to body 都沒得擔心那麼多 這個好笑 其實我們IG story有回答到 我們回答他就說真的沒得擔心那麼多 起碼是解決眼前的事情 還有可能去到時候你會變回沒事呢 Stay positive 然後有個Fans回覆我們就說希望你們不要Stay positive Stay negative 我就說是呀 我們應該Stay negative 這個period裡面Stay positive 當然我們起碼是正能量 但是同一時間我們的Test一定要Stay negative 不要Stay positive 小編 H就是大碼小編 我們來自香港的 所以我們現在在馬來西亞做採訪 所以回到去的時候就會把資訊分享給大家看 現在這一刻都可以叫做大碼小編 保險會包含隔離酒店 我們遲些可能會做一些推介 但這一刻就免費賣廣告 其實我想坊間很多的保險是有做這件事 即是可以包含COVID這件事 如果隔離有沒有得賠 其實都… 所以你一定要看 其實我想保險未必包含 但正常你會選保險 蓋住這件事 因為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這件事 就是有沒有蓋住COVID 因為對比以前的旅行模式 最大的分別就是現在大家戴口罩 以及有COVID發生 所以大家要訓我留意這一點 就是那個保險有沒有蓋住COVID 來的過程坦白說是放鬆了 因為我覺得整個環境 整個旁邊的人的反應 政府的反應 其實會令到大家的反應都有點不同 其實這件事 馬來西亞的事件 和香港的事件可能差不多 但這件事普遍未去到與病毒共存 但它會覺得 我是應該覺得這個病毒不是那麼可怕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一起吃飯 十幾個人晚上一起吃飯 在街上有少少人戴口罩 或者去到海灘 公共場所 沒有什麼人的 他真的會不戴口罩 可能暫時我們香港也沒有這樣 所以這件事好看當時周邊的人 對你的影響 在香港我曾經試過過過幾星期沒有出門口 沒有出門口的垃圾都放在門口 我真的不拿出去 儲存了才拿出去 可能逼於無奈 出去買東西才去丟垃圾 但來到過來後發現大家都放鬆一點 所以整個人都放鬆了 我也是放鬆了一排出來 這件事是跟周邊的環境有關係 我也期望回去的時候可以放鬆一點 其實我本身很開心聽到新聞說 14天變成7天 但我在這裡又住了7天 其實回香港的7天 其實14天也沒有變過 算了 起碼少了香港的7天 我都很開心 因為熱的時候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第一餐不能選擇 因為第一晚來到6時看不到外賣 那一刻飯是冰的時候 其實心裡有一點想落淚 因為沒有想過來到這裡 無緣無故要住7晚 沒有想過為什麼東西是冷的 不是冷是真的冰 但到第二天開始要想 其實都不是 其實你的行程這麼充實的時候 是時候要休息一下 所以可以停一停去想想之前發生什麼事 想想之前會不會真的有太過大意 又再慢慢探望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這個城市我估盡我來了第4天 我從來一絲都沒有踏出去 因為我下機基本上直接送了過來 而我的計劃都是打算出院 直接去機場直接走 所以我們根本沒什麼機會 去探望這個城市 但是永遠留回藉口 再回來 我覺得現在突然間人有些擴達 沒什麼所謂 所以無論發生什麼事 都要正面一點 看看一般要住多久 剛才有說過 其實這裡一般來說是要10天 如果是外國遊客 因為沒有打針的話 是要你最長10天 如果你打針 打三針 或者是本地沙魯越的居民 就是7天 馬來西亞 不知道大家知道 它本身是一個聯邦政府 分了西馬 沙巴 沙魯越 三個地方 其實都有各自自己的政策 包括了日境 即是我們要吸引 其實沙巴飛過來是吸引的 譬如我們飛去吉隆坡 不知道需要不需要 但吉隆坡飛過來 肯定需要吸引 所以我們穿州過山的時候 是有很多不同的印 譬如他們自己隔離措施 那個日期限制 其實都有 所以這個挺有趣 你知道我們去歐洲 雖然去其他國家 但完全什麼都不用做 我們開始想 其實來到馬來西亞 算是domestic flight 什麼都不用做 誰知道有很多東西要準備 所以完全很多新的東西 不算新的東西 以前也是這樣 我們未必知道 因為以前可能香港直接飛到沙巴 但是來到這裡 我覺得除了這些小小的見聞之外 更加有趣的是 看到COVID之前和COVID之後的變化 因為大家以前是不用戴口罩 你看到別人的笑容 但是來到這裡沒辦法 COVID之後要開始戴口罩 但是他們又不是 他們到中後段 開始可以慢慢地去放寬 例如沙灘 或者一些特殊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戴 你開始去見他們 這個特別明顯就是在法羅交易 就是一個小島 一個度假小島 那個情況是特別明顯 通常小島是那些人比較chill 比較layback一點 但是你去回大城市 例如檳城 去吉隆坡 這個情況可能比較少 看看 我想大家的問題應該差不多 好 最後一個 同行的人不用隔離 其實他本身需要的 closed contact是本身需要的 但是他可能因為打了三針 加上他有個要求是連續 不知兩天還是三天都要做測試 包括快差也好 包括PCR也好 你也是做測試 如果你是結果一直都保持陰性的話 其實可以繼續行程 所以Touchwood很長 我們一直都沒事 所以其實旁邊只有我自己一個 其他人包括導遊 包括另一位小篇就沒事 所以繼續follow他們的IG 看看有沒有新的updates 接下來一些文章 或者是一些比較長準的介紹 就是我們Facebook上面會有的 而IG上面的比較即時性 的Stories會繼續下載 所以大家可以follow我們 暫時的聲音都開始拆拆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繼續留言 看看我們有沒有機會 下次再見 拜拜